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冲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则很让人生气的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针对这个新骨毛补选的火箭候选人小桃 这个回教党有一个国会议员 什么名字我记不起了 总之他就是公开的 针对这个小桃 说了一句很过分的话 就说 你们不要忘记啊 这个小桃他是独华小的 我在想什么意思 现在独华小是一个污点是吗 你这样来说的话你的口气听起来好像 独华小是一个污点来的 你们看他是独华小的 你们要偷的 独华小的 你们这么要偷他 你们傻了啊 so 怎样听都好 都觉得你的口气就像是 独华小是一个污点来的 独华小是怎样 我现在问你 我指着你的鼻子问你 独华小又怎样 你可以回答我吗 独华小又怎样 so 这个回教党这个议员呢 超级过分 把独华小形容成好像一个污点 这样我们独华小我们犯罪了吗 我们杀人放火了吗 OK 我们杀你回教党全家了吗 OK 莫名其妙 真的独华小也是一个污点 这样啊 小桃独华小是怎样 有问题吗 小桃的马来文啊 比很多马来文还要顺 OK 好 so 我们讲回来 回教党的议员呢 竟然可以公开讲这句话 就是 小桃是独华小的 你们不要忘记了 他的口气完完全全 就是把独华小形容成是一种犯法的事情 是一种污点来的 在这里呢 我必须要了 告诉所有的国盟议员 尤其是回教党的议员 这个华小的地位是白纸黑纸写在马来西亚的宪法里面 最近 有一些组织挑战这一条 也已经被这个最高法院下判了 没有的在上诉了 已经是最终的审判了 这个华小 没有违宪 这个华小是受到这个宪法保护的 现在这个回教党国会议员呢 他口口声声说呢 这个华小 独华小好像是一个污点这样啊 我其实我很好奇啦 可以不可以 去 报警告这一个人 在挑战宪法 当然 现在这个时间点上 这个新骨毛的补选期间 当然是不可能去做这个事情 不然的话 你让他变成民主英雄罢了 OK 但是 我是很好奇 像回教党议员这种公开 贬低华小 贬低华小 质疑华小 甚至把华小污名化 的人 到底是不是 在挑战宪法 我很好奇 这个问题 OK 好 so 请大家 请大家 看清楚来 这个就是 国盟的数字 这个就是回教党的数字 虽然 到了今世今日 还是有一些 丧心病狂的华人 在那边鼓吹 知识国盟 虽然只是少数啦 而且 绝大多数是 马华的人 这些人呢 我就想 问一下 你们是独华小的吗 你们是独华小的 绝大多数是独华小的 因为 马来西亚的华人 子弟的 98%以上是独华小的 然后 5.2 回教党讲是5.2 说 你们还这么爱国盟 虽然这些人只是少数啦 受啊 真的是 听到这句话真的是不能忍的 我觉得 只要是华人 尤其是受过 这个华小交易的 听到这句话真的是忍不下去 大家听到这句话了 真想指着这个回教党的议员逼指骂 我独华小的怎样 现在你想怎样 OK 讲到这里了 我更好奇的一点就是了 马华为二的国会议员 也就是这个 卫家乡 还有黄的生 这两个也是独华小的 我真想问一下这个回教党的 国会议员 为家乡黄日生也是独华小的 请问你有什么意见吗 你看 这个回教党的议员有什么 另外一个版本的答案给我们 所以我真的是万万没想到 这个国盟 煽动这个种族课题 已经可以去到污名化华小这一个程度 他诶 他读过华小问 你们偷他 你们傻了 已经可以去到这种程度了 太离谱了 到了今时今日 还有哪一个华人 去投票支持国盟的 我也只能说是真爱了 OK 到了最后的最后了 我想总结一句了 很多人说 投小桃一票 等于投阿克马一票 投小桃一票 等于投 巫统一票 投小桃一票 等于投阿曼扎一票 这些 标语都是马华放出来的 就是 要做到你华人 不要投小桃了 简单那我问你 不要投小桃投谁 投国盟啊 刚才我花了五分钟 讲着国盟 对我们华人做了什么事情 So 我在这里呢 我可以非常 斩铃截铁的告诉你们 一句 投小桃一票 等于 不投 国盟一票 我跟 你grande 没有任何的比喻 可以比 这个更加 正确跟真实 投小桃一票 等于 不投国盟一票 最后一句 马华 收皮啦 OK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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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